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你什么人 我是可爱宝宝 哦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你什么人 我是精致女孩 哦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你什么人 我是帅气铁梯 哦 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 哦天呐 你是铁梯 我好好吃惊啊 哈哈哈哈 骗你的 其实我是仙女 诶 这年头是个人啊 就管自己叫仙女 玉皇大帝他知道 他有这么多亲戚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这叫人设 容嬷嬷 我也想做仙女 你叫我好不好 奴婢就是殿堂级小仙女 没问题 我们仙女走路 摆动幅度一定要小 毕竟 都用飘的 饭是不能吃的 因为我们仙女 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what 你看看你 仙女怎么能打电话呢 玩手机也不行啊 现代科技会玷污你一身仙气 要想与人联系不如写信 狼好笔寿 金体换花间 仙女的穿着也很重要 服饰材料一定要轻薄飘逸 太厚实的材料 会破坏那种空灵的意境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比较难在冬天里扮仙女 青儿 你就算批个君大意 也是仙女 小燕子 你说话也要慢慢的说 仙女说话啊 音量不能太高 语调也要转柔和 最好啊 还是少说话 不能说话 那我笑总可以了吧 哈哈 爱笑的姑娘 运气都不会太差 但是爱笑的姑娘 没法做仙女 你是谁啊 我是小燕子啊 哦不 我现在已经变成仙女木兰了 我不喜欢寡淡的仙女 我喜欢明媚亮丽的性感女神 再见 我好不容易立住的人设 我也喜欢性感女神 这个简单 你看我这样够性感吗 衣着好像是够性感嘛 但是体态还不够娇美 啊 体态是吧 我练练啊 一扭 二笑 三回头 算了算了 再怎么性感 你一笑啊 还是海绵宝宝 我家阿昭 就算是海绵宝宝 也是最英姿 撒爽的海绵宝宝 姐姐们 我遇见了一个人 我不喜欢人傻钱多的千金小姐 我喜欢霸道总裁 有什么方法可以引起她的注意 不如你也试试霸道总裁 好啊 首先像啤酒和泡面 你是不能再碰了 要带她去喝红酒 吃牛排 就算喝醉了 也不能原形毕露 撒娇和吐舌是绝对静止的 总裁应该高冷面摊 所有的感情要有眼神传的 绝对不能笑 遇到好笑的是 不能 哈哈哈哈 转发呢 也不能说二三三 或者韩红会话韩寒 只能说两个字 有趣 我懂了 我还能给她 好多好多的零花钱 不不不不不 有时候啊 最终要的一块钱 比十亿支票还管用 一个小小的铜板 也是神的化身 这是我的护身符 是比我性命还重要的东西 送给你 郑慧啊 现在市真不在你可以笑的 不可以 我要保持我的霸道总裁人设 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逗她笑啊 没用的 不管你们做什么 我都不会笑的 不用 你看 我们速度把这些段子记下来 讲给她听 好 你知道为什么军训的时候 我们要不停向左转向右转吗 一位教官希望我们能晒得均匀一点 有趣 还有吗 单身两年以上是什么样的体验 单身二十年的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两年 有趣 还有吗 双十一 最应该打折的 是什么 手 有趣 还有吗 说好的不笑呢 人设不能塌了 第一届最逗逼人设争霸赛正式开始 本场BATTLE赛的参赛者是 搞笑博主包龙兴 鸡汤博主方唐靖 尽管使出你的独地当对付他 对付他 实在是不用怕 就用你最擅长的神回复来怼他 比赛正式开始 愿对那人碰然心动时 他刚好也对你手足无措 你这是心脏病和帕金森的爱情吗 我们曾经那么亲密 然而最后他的死讯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难道 你要他亲自告诉你吗 校服是我他穿过唯一的情理装 毕业招是我他唯一的合影 地球 还是你和他唯一的家园的 有本事跟我打一下呀 别在那瞎逼逼 我要是打得过 还用得着嗶嗶 就你这水平还敢自称第一 向你扔一款毁你清楚的软件 没事 多去最优APP上学习学习 斯塔克 请问你如何维持住 你有钱人的人设 我收藏了 很多性量款手表还有名酒 每次出门都换不同的跑车 我还有一自己名字命名的大楼 这间房间是我放衣服的 我叫它男人的衣柜 我还拥有多处黄金地段的房产 但是我自己偏不住 而是存放我搜集的大型一比一还原手办 对了 我还有以我的一名命名的系列电影 雷神索尔也有呢 好吧 但和某个大坏头不同的是 就算我的家和武器都被毁了 我也不会抱着弟弟哭哭几几 有钱人真是可以为所欲为 马爸爸居然能和王妃合唱 我们 韩剧男主也可以 其他男主说不定可以 但是你作为一个还房贷 要还到2048年的男主 肯定不可以 你信不信 我会轻功啊 问操 我摩托车的后时间 可是比你一个月的工资还要贵 原来贫穷也可以闻所欲闻